据环球网3月9日报道 入屋作战后 鲜有战果公布的车臣部队 最近有了新消息 在马里乌波尔地区 车臣部队与俄军一到 开始进攻当地的乌军亚素营守军 面对强大打击 亚素营武装分子选择撤退 曹黄逃走的亚素营武装 留下了大量的未开封武器 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原屋的 反坦克导弹和排击炮弹 除了导弹外 车臣部队还缴获了大量 乌军装甲车 在涂上白色大Z字之后 已经为自己所用 在取得胜利后 车臣部队又冒血行军 准备完成占领控制区的任务 在乌克兰作战的车臣武装 主要包含四支部队 分别为北方 东方 南方三营 以及卡德罗夫团 北方营的官方编制为 141特种机动团 进入乌克兰后一路深入 主要与乌军在南部作战 东方营隶属于车臣国防情报局 也就是格鲁乌 在俄乌开战以前 便已经在顿涅茨克地区 与乌军战斗了多年 南方营则是国民禁卫军 第46旅第249机动营 主要在基辅周边的 伊尔平布甲地区 与乌克兰国民警卫队 直属的第四快帆旅交战 而在开战数日后 为了增加在乌车臣军队数量 车臣国民禁卫军的特警团 也已经进入乌克兰 由于经常执行危险任务 该团被赋予了 塔德罗夫团的称呼